今天沒有談過車股 我們現在談談車股 2333 問長期 有沒有機會上回27元 今天高位都上過了 他買入價是29.6元 他說還拿不拿著過年 Jane來的 這隻之前我都是有些看錯 我之前拿出去出一些最新數據 一些業績 就覺得他應該都還可以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他的股值都真的太貴 最慘的是現時市場上面 就偏良殺股值 以前所謂殺股值就是殺科網股 現在就反過來 科網股跌了那麼多 都不用怎樣殺了 要死就死了 反而這些 就是之前主打新能源車 那些車股 徒比亞迪 長城 或者新勢力那些 就是股值高 長城當然不是完全賣純電動車 但是至少 你看到電動車的部份越來越多 本身是好事 也都令到股值貴了很多 最慘的是最新的月出的那個 銷量的數據 11月的數據 有些是走樣 因為走樣的部分就不是新能源車 反而是傳統的SUV 哈佛品牌 按年來講的跌幅是很大 比同業差很多 我自己有個擔心 就是之前主打的SUV 現在就面對越來越多的競爭 是 譬如你說現在比亞迪都出很多 這些 就是混能SUV 其他譬如吉利也多了很多 所以這個主要的業務 可能都繼續有些壓力 還有就 它始終都是 那個股值比較貴 近期如果你說市場要追 可能都偏向找一些便宜的賣 所以長期短期 你預算要捱一捱 我的股價就算是彈也好 我預計可能都不會特別多 譬如去28元左右 聰明一點 可能上30元 都開始會有些阻力 好啊 那我們多疊車股 疊小鵬 昨晚美股就升了一成 現在早段都升5% 這個Kelda他就說 他178元買的 他說可不可以挑戰185元 175元買就可能預算短期來講 都會在這些位置附近有些阻力 這個情況跟剛剛分析長期差不多 本身你說新能源車之前 看它的銷量就很厲害 但最慘就是股值高 現在市場氣氛不好 資金真的要殺股值 要沽一些之前 都升得比較多的股份套現 這些股就都會受累 你問過這個情況會維持多久呢 我覺得不會太久 但如果你說純粹短線部署 你預計要多捱一層 但是 小鵬我覺得之前 看它的銷量也好 整個研發能力也好 就不是說真的完全沒有價值 所以看你的心態是怎樣 如果你有得等 你不是很介意短期的波幅 你就是先擺著 但前提這些股就不要買很多 因為那個波動性的風險 相對是高的 還有接下來 始終有這麼多不同的車廠 都說搞新電動車 小鵬會不會那個market share 接下來可能下年 又會有一個下滑 這件事都是一個變數 所以這些股就不是很差 但是只能夠說前景 不算是一片明朗 你競爭越來越多 股值又貴 都是一些打折扣的地方 如果你一百七十多元買 我就覺得 短炒我覺得去回這些價位 其實就應該要走一些 但如果你說中線 你鑽得不多 就可以考慮去持久住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